我一直觉得,宋蜜川是全世界最好的男朋友 直到端午节那天,我去他家找他,隔着很远,突然看到他把一个女孩护在身后 在他们对面,宋蜜川的奶奶指着女孩,气得浑身发抖,你来干什么? 还嫌我们家被你们害得不够惨 你给我滚出去,能滚多远就滚多远 女孩躲在宋蜜川身后,拉着他的衣角,纤细柔弱的身影,看上去可怜极了 奶奶,节日到了,我就是想上门给您送点吃的,地上,散落着一地的粽子 宋奶奶气得哆嗦,我用得找你送 她抄起地上的粽子,狠狠砸在女孩身上,坚硬的包装划开了女孩的肌肤,留下一线血痕 奶奶,宋蜜川挡在了女孩的身前 一个粽子正好砸在她的胸口 蜜川,女孩失声惊呼 宋蜜川吃痛得闷哼一声 她咬咬牙,回头对女孩冷声道,还不快滚 女孩哭了,她抽气着说 蜜川,我其实就是想来看看你 昏暗的光线下,我清晰地看到 宋蜜川的眼睛红了 但她还是说 苏韵,我劝你赶紧走 这里没人想看见你 苏韵哭着转身 大概是泪水模糊了视线 她走出几步后,突然在楼梯上一脚踏空 眼看着苏韵就要从楼梯上摔下去 千军一发之际 宋蜜川想也不想地冲了过去 她一把抱住苏韵,用身体护住了她 当晚,宋蜜川半夜才回家 身上缠着绷带 她对我解释说 工程上出事故了 工人们打起来,不小心波及了她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 眼泪一串串往下掉 宋蜜川慌了 拿着纸巾和凑到我身边 笨手笨脚地帮我擦眼泪 乖,心疼了 别哭别哭 其实一点也不疼 她想尽法子做鬼脸逗我笑 直到我终于忍不住 嘴角露出一点笑意 她才放心下来 你看你 我不回家就不记得吃饭 到时候又该胃疼了 宋蜜川给我洗了盘水果 去厨房给我做饭 我看着她穿着玉贵狗的围裙忙里忙外 辣子鸡的香味很快传来 宋蜜川原本吃不得辣 但因为我无辣不欢 她立刻学会了做川菜香菜 所有人都觉得 我有世上最好的未婚夫 此时此刻 在这个温馨至极的房间中 我也这么觉得 可我骗不了自己 我看到了 看到几个小时前 在她奶奶家楼下的花坛里 那个名叫苏韵的女孩 哭着帮她涂药 她一边涂 一边气不成声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 宋蜜川抿着嘴不说话 女孩哭得浑身发抖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命运偏偏对我们这么不公平 蜜川 我只问你一句话 我爱了你十一年 从来没有变过 你呢 你还爱我吗 很久很久 宋蜜川都没说话 最终 她被过脸去 我头一次看到 一向被人说清冷矜持的她 哭得那么厉害 她说 爱 我和宋蜜川在一起很久了 我是市医院的医生 她奶奶当初做手术 我负责查床 宋奶奶老是握着我不撒手 多好的小姑娘 给奶奶当孙媳妇呗 我看向远处的宋蜜川 她红着脸扭过头去 奶奶向我抱怨 嗨 那傻小子喜欢你 又不好意思 她再不追 我也不帮她了 从那天起 宋蜜川开始追我 抱着花 冰着蛋糕 一米八五的大男人 在街上蹲下来 帮我系鞋带 像只乖乖的大金毛 我工作忙 她有时候 在楼下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 一句怨言没有 那时候的宋蜜川 已经是行业新贵了 年轻帅气又有钱 大把大把的小姑娘喜欢她 没人能想到她追起人来 羞涩地像情窦初开的少年 同事们都羡慕我 对我说 晚晚 这么好的男人 世间少见啊 那年年末 宋蜜川正式表白了 她带我去看烟花 在夜空最绚烂的时刻 用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 晚晚 做我女朋友吧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我闭上眼睛 带着幸福的泪说好 我想 从这一刻起 我有了全世界最棒的男朋友 宋蜜川的确是最棒的男朋友 她的朋友圈封面是我照片 车里贴着我们的合影 出差打视频报备 一下班就回家陪我 我从来没查过她的手机 因为觉得没必要 如果连宋蜜川都不能相信 我还能相信谁 凌晨一点半 宋蜜川睡着了 我拿着她的手机 去了卫生间 我想知道 那个叫苏韵的女孩 到底是谁 天明时分 宋蜜川醒了 手机已经被我放到了原位 她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只是亲亲我的脸颊 老婆 我去上班了 宋蜜川走后 我睁开双眼 泪水无声无息地打湿了枕头 宋蜜川和苏韵是青梅竹马 宋蜜川的爸爸是工人 苏韵的爸爸是老板 但阶级并未影响到两个孩子的感情 他们从小到大 一直非常要好 直到他们上高二那年 宋蜜川的爸爸出事了 原因是 苏韵父亲贪污了工款 在工程上偷工减料 建了一半的房子她了 宋蜜川的爸爸被埋在了下面 宋蜜川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她跟着爸爸和奶奶生活 如今家里的顶梁柱没了 奶奶心脏病发作 在医院抢救了好久才保住命 在一个名为深深相爱的人 却不能在一起 是怎样一种体验的问题下面 我看到了宋蜜川的匿名回答 她按日期记录了这段黑暗的历史 6月5日 她哭着上门道歉 被奶奶用拐杖打走了 我心里很难受 我很想恨她 可一见到她 就又恨不起来了 她其实也很可怜 6月21日 她又来了 奶奶气病了 病情恶化 我不得不很下心 让她再也别来了 她哭了 哭得我心里好难受 爱一个人 原来是这种感觉 之后是很多年的空白 几年后的冬天 我看到宋蜜川又更新了 12月6日 我很多年没见她了 和奶奶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我喜欢上一个女孩 她真好 温柔又干净 我第一次明白 什么叫做白衣天使 尽管还没追到 但我已经能想象 我们结婚后的场景 想起时便会觉得很幸福 真好啊 我终于走出来了 随后 宋蜜川很久很久 都没有再写新的东西 直到几天前 她最后一次编辑了回答 加上了两句话 她回来了 我发现我还爱她 我忘了自己那天 究竟是怎么度过的 只记得哭了又哭 最后在沙发上昏睡过去 醒来时 我已经被宋蜜川抱到了床上 她吻吻我 笑得很高兴 我看到了 你包里的燕运单 像是有个炸雷 在脑海中惊醒 是的 我那一天去她奶奶家找她 原本就是想通知她这个消息 只是后来 巨大的冲击袭来 我最初的喜悦 早就被冲刷了个一干二净 宋蜜川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她高兴地摸摸我的小父 你一定好好休息 我会把咱们宝宝的妈妈照顾好 她是真的很高兴 只是高兴后 眼底深处有一丝难被看清的情绪 晚上我装作睡着了 实际上暗中听着宋蜜川去阳台打电话 苏运 我女朋友怀孕了 我要对她负责 我们别再联系了 苏运歇斯底里的哭声从听筒中传来 那我呢 我该怎么办 连你也不要我了 苏运这些年过得很惨 她爸爸在真相曝光后入了狱 曾经把她当小公主捧的人一息之间散去 她活得如同丧家之泉 最后 不知道是苏运说了什么话 宋蜜川突然冲向了门口 我现在就来找你 求你 求你别做傻事 车灯打在夜色中 雪白的两树 寒冷又凄迷 苏运割腕了 我跟到医院的时候 她已经被抢救过来 脸上全是泪痕 宋蜜川紧紧地抱着她 像抱着一件 差一点就要永久失去的珍宝 苏运色缩在宋蜜川怀里 拽着她的袖子 哭得浑身颤抖 蜜川 求求你 别不要我 我只有你了 只有你 宋蜜川抱着她 一声声地哄 好 我要你 别怕 别怕 我站在远处 小腹沉沉地下坠 心口痛到难以呼吸 拿起手机 我摁下了宋蜜川的电话 我看着宋蜜川 匆匆安慰好苏运 拿着电话跑到远处 她调整了许久 接起电话时 语气已变得平常而又轻松 喂 老婆 我在公司呢 有点急事 忘跟你打招呼了 冰箱里有昨天我煲的汤 你先垫垫 我马上回家 我打断她 轻声道 宋蜜川 你回头 我在你身后 那一瞬间 就如同有一把刀 扎进了宋蜜川的背后 我看到她的脊背瞬间崩直 整个人一动不动 两久 宋蜜川才浑身颤抖地回过头去 她的身后 大厅里人来人往 并没有我的身影 我看着她如遭雷击的神情 两久才轻声笑了笑 骗你的 怎么了 你信了 这么老套的小把戏 竟然还能骗到你 我并不在宋蜜川的身后 而是在三楼的玻璃窗前 静静地俯视她 我看着她调整了许久的呼吸 才如是重负地笑出来 是啊 又被我们晚晚骗到了 我笑着附和了几句 挂掉了电话 我并不想跟宋蜜川摊牌 现在并不是一个摊牌的好时机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什么都不会做 护士走过来 叫我的名字 女士 排到您的号了 请去301诊室就诊 我不亦察觉地抖了一下 说 好 那一晚 宋蜜川很晚才回来 我已经睡下了 她躺到我身后 像往常一样 把我圈进她怀里 这么早就睡了 我轻轻摁了一声 今天特别累 宋蜜川用鼻尖妈撒我的鬓角 老婆怀着宝宝 肯定辛苦了 我挪了一下 避开了她的耳鬓丝膜 从她的怀抱中震了出来 宋蜜川愣了愣 怎么了 这是我第一次拒绝和宋蜜川亲热 没什么 我背对着她 闷闷地说 为了宝宝 你得小心点 宋蜜川反应过来 随即笑了 宝宝 爸爸为了你忍很久啊 他摸摸我的小腹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平平安安地出生 爸爸忍得再辛苦 都是值得的 宋蜜川在客卧睡下了 我从被子中坐起身来 静静地望着窗外高悬的月亮 她明明已经出去了 但这间卧室内 仍然残留着她的气息 薄荷柠檬香 是我亲手给她买的沐浴露味道 但其间夹杂着反转巴黎的香水味 在她靠近抱我的那一瞬间 如此地清晰 那是苏韵的味道 我打开窗户 让凉凉的夜风灌进来 在电脑前坐下 我打开了那个匿名回答 真心相爱的人 却不能在一起 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打开文档 记下第一个日期 宋蜜川 你用这个问题 记录你和他的爱情 那我也在这个相同的问题下 记录我与你之间的爱情 这将是我留给你的 最后的礼物 我知道 苏韵一定会行动的 我只是没想到 他会来得这么快 我最近身子不好 请了许多天的病假 在家里歇着 宋蜜川怕我不吃东西 特意给我点了砂锅粥的外卖 外卖很久都没有送到 我打电话过去 平台说是商家自送 我在联系商家 电话便一直打不通 超时整整两个半小时后 门铃终于响了 我拉开门的瞬间 脸上已经有了怒气 怎么会超时这么久 我话音未落便愣住了 站在门口的人是苏韵 他拎着外卖袋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两久 微微露出了一个淡笑 他说 你没有我想象中漂亮 我睁大眼睛 下一秒 苏韵已经将外卖袋摔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他自己也扑通一声跌坐在地 对不起 他的眼眶飞快地变红 我在路上被一辆货车撞了 手臂被擦破了 所以才迟到的 我看着苏韵 他也看着我 我们都知道 这场戏必然不是做给彼此看的 果然 下一秒 宋蜜川的身影出现在了视野之中 他震惊地 看着坐在一地狼藉中的苏韵 又看着站在门口 怒气十足的我 声音变了调 这是怎么回事 苏韵瑟缩在地上 外卖的粥撒了一地 粘在他的裤子上 让他整个人看上去分外狼狈 对不起蜜川 我迟到太久了 你女朋友大概是气急了 才推了我一下 推得不重的 是我自己没站稳 我垂眸望着楚楚可怜的苏韵 又抬起眼睛 看向宋蜜川 宋蜜川没有看我 他大不留心地来到苏韵身边 把他扶起来 你的手怎么回事 苏韵的胳膊还在流血 来的路上出了车祸 被刮了一下 先去医院 宋蜜川扶起亮呛的苏韵 朝门口走去 宋蜜川 我叫他的名字 他顿了一瞬 回过头来 睫毛低垂 晚晚 你今天让我失望了 宋蜜川扶着苏韵离开 我清晰地看到 坐进宋蜜川赴驾时 苏韵转过头来 对我露出了一个胜券在握的笑容 宋蜜川晚上回来时 仍然生着气 苏韵是我高中同学 他爸破产了 他受影响很大 没考上大学 现在在酒店打工 我想着照顾一下他的生意 就点了他家的砂锅粥 晚晚 他已经很惨了 你现在什么都有 能不能不要刁难这么一个命运不幸的女孩 我盯着他 凉久 眼泪从脸上缓缓地掉下去 我抬手去擦 眼泪却越流越多 最终 我索性用手捂住脸 失声痛哭起来 宋蜜川慌了 对不起 我不是要凶你 别哭了 你还怀着宝宝 不要动气 都是我不好 我话说中了 我捂着脸 听着宋蜜川不断地在旁边哄我 不断地道歉 他是真的很期待这个孩子的出生 我哭了很久 最终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对不起 宋蜜川以为 我是在为刁难苏韵的事情道歉 他的神色柔和下来 摸摸我的头发 没事的 下次别再这样就好了 可我并不是在向他道歉 这句对不起 是我对我们的孩子说的 对不起宝宝 对不起 一周后 宋蜜川把苏韵招进了他的公司里 担任他的秘书 对此 他是这么解释的 苏韵在那家酒店被人欺负 他爸有污点 社会上有很多公司不愿意要他 我毕竟是他同学 能帮就帮衬一点 苏韵站在宋蜜川身边 细声细气地对我说 婉姐 我一定照顾好宋总 借着这个机会 他加了我的微信 隔三差五地 他便给我发送信息 没有文字 都是图片 宋蜜川吃午餐时 和别人谈笑 宋蜜川在会议中 名神静思的神情 宋蜜川在加班时 沉沉睡去的侧言 这是吴生 希的示威 表面上 他貌似在进一个生活助理的职责 告诉我他把宋蜜川照顾得有多好 暗地里的台词 是让我看看他和宋蜜川有多亲密 我一条也没有回复过 但在那个编辑回答的文档内 我按照日期 一条一条 把他们都记录了下来 7月11日 他发来了他吃饭的照片 过去他从不把我做的爱心便当分给别人 但这次 他把我做的菜分给了同事 自己吃了他做的 7月13日 他发来了他开会时的照片 他的衬衫 肩膀处有浅浅的口红印 别人看到了 大概会以为是我的 可惜我从不用粉色的口红 我猜 他趴在他怀里哭过 7月17日 他发来了他睡着的侧言 他们挨得很近 进到他的镜头里 他有几根睫毛都可以数清楚 公司团建的时候 宋蜜川照例带上了我 这是他们公司的惯例 员工们都可以带自己的家属 但那次团建上 苏运要远远比我 和宋蜜川更像一对 他们在沙滩上打排球 那是我完全不擅长的运动 苏运和宋蜜川都玩得很好 他们在沙滩上你来我往 欢声笑语一阵阵传来 我想起来了 在宋蜜川的记录里 他和苏运就是在排球课上认识的 此刻 夕阳夕下 金色的光掩盖了所有岁月的痕迹 他们一定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青春是一道壁垒 只有他们两个在城内 其他人都在城外 我喝了一口桌上的饮料 不知为何 在想起这些时 心已经没有想象中痛了 婉婉 你怎么能喝冰的 宋蜜川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 夺走了我手里的冰可乐 塞进一瓶常温的矿泉水 坐这里晒不晒 晒的话 我陪你先回酒店 我看了看站在一旁的苏运 他的脸色轻微的不太好看 我转过头 笑着对宋蜜川说 好啊 那你陪我回去吧 那一晚 宋蜜川一直待在酒店里陪我 我睡不着 他就陪我坐在阳台上 借来吉他边弹边唱 哼了一晚上温柔的小调 帮我入睡 歌声飘了很远 连路过的服务生都感叹 宋先生真的很爱他女朋友 苏运一定受到了刺激 睡前 我收到他的短信 你觉得一直装傻 就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吗 如果不是宋奶奶不同意 如果不是你怀了孩子 你以为宋蜜川 还会留在你身边吗 他根本不爱你啊 世俗的合适 永远敌不过赤诚的真心 我合上手机 洗完澡的宋蜜川走出来 用毛巾擦着头上的水珠 看什么呢 我笑了笑 没什么 苏运想看我疯狂 他想看我去找宋蜜川 哭闹 撕扯 崩溃 要他为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负责 越是这样烦人的线人 越能衬托出他的可怜 卑微 无私 除了爱情 别无所求 可我偏不遂他的意 放下手机 我对宋蜜川露出淡笑 明天你们继续打排球吧 我很爱看 可惜第二天 宋蜜川并没能和苏运 继续打球 他奶奶突然离世了 宋奶奶是在睡梦中走的 走的时候嘴角含笑 床头放着一副毛线 和半套给婴儿织的小衣服 保姆告诉我 宋奶奶去世的前一天晚上 还在织这套小衣服 我这一辈子呀 先送走了老公 又送走了儿子 好在孙子争气 又给我找了个特别好的孙媳妇 现在我马上就要报重孙子了 自从苏运回来后 我的心脏就不断变得越来越坚硬 渐渐如同水泥一般 百毒不侵 但是 在看到那半套给婴儿的小衣服的时候 我突然完全地崩溃了 我抱着那套衣服 一直哭一直哭 发不出声音 吸不上气 哭得四肢发软 接近晕厥 宋奶奶是个永远笑眯眯的小老太太 苦了一辈子 孙子创业发迹了 她依然节俭得要命 她对我很好 虽然因为住不惯新房子 一直待在她的老屋里 但她会记得我痛惊 每个月到日子了 就煮好红糖鸡蛋 坐好久的公交车 送来我家 老太太是带着笑容走的 大抵这辈子走到头 觉得没什么遗憾 可我有 我有好多好多的遗憾 我多希望那一天 我拿着宴运单去送奶奶家时 没有苏韵的出现 那样我就可以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然后一家人坐在一起 高高兴兴地吃一顿 送奶奶手包的粽子 十个月后 宝宝会出生 宋奶奶把早就织好的小衣服 给她穿上 给她唱古老的童谣 哄她睡觉 都不会有了 灵堂里 宋蜜川比我更憔悴 角落里 她把头埋进我的颈窝 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晚晚 她低声道 我只有你一个家人了 年底 我们就结婚 好吗 我抱着她 低声安慰 忍了很久 才忍住 我要脱口而出的那个问题 我想问的是 那苏韵呢 因为即便在此刻 宋蜜川最最脆弱 最最依赖我 正在向我求婚的此刻 她的身上 依然有苏韵的香水味 苏韵告诉我 她一定会赢的 这是一间隐秘的餐厅 她约我在这里见面 宋奶奶的去世 像一针催化剂 催化了许多事情 苏韵等不到我去找宋蜜川 终于 她先沉不住气了 主动找我摊牌 在你怀孕的这段时间 每个宋蜜川说 加班出差的日子里 她都和我在一起 苏韵说完 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用平静无波的眼神回应她 她并没有意外 反而满意地笑了笑 我就知道 其实你该知道的 都已经知道了 宋蜜川一直爱的都是我 但因为父辈的事情 我们没法在一起 她为了照顾她奶奶的感受 只好选择你 但宋奶奶的年纪大了 她早晚要死的 到时候再也没人阻拦 我和宋蜜川了 就算你有孩子 我也能让她回到我身边 我低垂眼帘 轻声道 看来你早就盘算好了 苏韵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带着三分得意 没办法的 唐婉 从世俗角度上来讲 你是个很适合结婚的对象 我很理解 宋蜜川为什么会选择你做妻子 但是就像我对你说过的 世俗的合适 永远敌不过赤诚的真心 苏韵等着我崩溃和哭泣 但我喝了一口气泡水 最终 轻轻地吃笑了一声 是真正的吃笑 不屑 轻蔑 不以为意 苏韵的脸飞快地涨红起来 你笑什么 我笑着摇摇头 苏韵 在这种爱情故事的叙事里 她既然这么爱你 那至少该愿意为你 与全世界为敌吧 苏韵挣住了 她像是没反应过来 我在说什么 呆呆地张了张嘴 却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 我空前的有耐心 然而宋蜜川什么也没有做 她没有为你辩解 没有为你抗争 在你离开的日子里 她积极地寻觅我这样 合适的结婚对象 苏小姐 恕我直言 我觉得 无论是你还是宋蜜川 都远远高估了你们之间的这份爱情 苏韵的脸已经被气得通红 她耿起脖子 声音变得尖利 你怎么会懂我们之间的羁绊 蜜川她爱的人一直是我 是我 我再次笑了 抬起手 我将无名指那没闪耀的戒指展示给她看 好的 苏小姐 宋蜜川爱的人是你 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宋奶奶已经去世了 在没有人能阻碍你俩的情况下 为什么 她的求婚对象仍然是我 那一晚 我回家时 看到宋蜜川坐在沙发上 一见我进门 她就立刻站了起来 晚晚 她声音发色 我知道 苏韵没绷住 找她闹了 嗯 我都知道了 我平静地说 她眼眶越来越红 走向我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发着抖 我和她 我比了个晋升的手势 蜜川 别说了 我们喝一杯吧 在家里放张唱片 再在音乐声中 喝着冰过的威士忌 一直是我和宋蜜川恋爱以来的情侣活动 宋蜜川的神色微微亮起一些 还愿意和她重温旧梦 这或许意味着 我是选择原谅她的 她火速拿来了酒杯 唱片旋转 轻盈又哀伤的涌叹调 在室内响起 晚晚 你怀着孕 喝这个吧 宋蜜川自己喝威士忌 将鲜榨的果汁递给我 我没有拒绝 戳了一口奇异果汁 品出一股难言的酸色 蜜川 我真的 真的很爱你 我轻声开了口 宋蜜川的眼眶红了 她喝下一大口威士忌 两酒 才低下头 晚晚 是我不好 我打断她 低声问 你可以从此之后 再也不见她了吗 回应我的事 许久许久的沉默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听到宋蜜川低声说 晚晚 我不想骗你 我以为已经沉到谷底的心 又往下跌落了几寸 苏运对我而言是不一样的 我小时候 家里穷 是苏运把她的零花钱分给我 让我去买午餐 我性格内向 总被同学欺负 苏运就帮我骂那些人 她真好 我的青春一直灰蒙蒙的 她是唯一照亮我的一束光 也许是喝了太多酒 宋蜜川最终说着说着 沉沉地睡去了 我放下装果汁的杯子 来到卧室 行李已经收拾好了 为什么我不再最早发现她和苏运时 就立刻转身走呢 没办法 我深知自己的软弱和犹豫 宋蜜川当了太久的完美男友 我无法做到 让自己这么多年的爱在瞬间清零 李智告诉我 我不能在最爱宋蜜川的时刻离开 那样的话 我一定会不甘心 会在之后的某个日夜 开始深深地后悔 会自我欺骗 她其实也没干什么特别过分的事 于是我选择让自己的爱被一点点消磨 直到分文不剩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但离开她的决定 我是从最早就做好的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 留给宋蜜川的礼物 一份是药物流产相关的医院凭证 另一份是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一行网址 是的 宋蜜川一直在期待孩子的出生 但早在苏运割腕 她连夜赶去的第二天 我就也去了医院 我对不起我的孩子 但我不能让她有这样的父亲 我将两样礼物压在宋蜜川的身侧 随后拉着行李箱 走入了夜色中 苏运曾经说 阻止她和宋蜜川的 一个是宋奶奶 一个是我肚子里的孩子 现在 这些阻碍尽数消失了 他们是否会修成正果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对宋蜜川的爱是我的枷锁 如今在一寸寸时光的腐蚀下 我终得解脱 唐婉彻底地消失了 宋蜜川给她打电话 发微信 都得不到任何回应 焦头烂额之际 宋蜜川发现了糖碗留下的东西 那一达医院的单据 药物流产 时间是 宋蜜川的呼吸突然停滞了 是她在医院的那一天 那一天 她带着开玩笑的语气 轻声说 宋蜜川 回头 我在你身后 然而那并不是玩笑 她真的看到了 自己当时到底有多过分呢 让一直以来无比想要孩子的糖碗 立刻做出了打掉孩子的决定 宋蜜川浑身颤抖 她颤抖的手 在医院的单据中翻了很久 翻出了糖碗写给她的字条 上面是一行网址 宋蜜川深呼吸了许久 才打开电脑 将网址输入搜索框 跳出来的是一个问答界面 在看到那个问题时 宋蜜川的心脏再次停拍 真心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 是怎样一种体验 这是她记录自己和苏韵的那个问答 然而 当宋蜜川从眼眶模糊中微微缓过来时 她看清了 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答案却不是自己写的 打主是糖碗 她在这个回答里 完整地记录了她的爱情 11月18日 今天 一个年轻男人带她奶奶来看病 她好像很累 奶奶在书页的时候 她还在旁边加班做项目书 最后 她在医院的走廊里 靠着墙睡着了 眼瞼下面乌青的一片 让人看着有点心疼 我帮她拿了一床毯子 她惊醒了 揉着眼睛向我道谢 笑容温柔又漂亮 我有点不敢看她 12月8日 奶奶说她喜欢我 我抬头看向她 她立刻红着脸别过头 就好像窗外有什么东西 吸引了她的目光一样 可当我低下头 她就又立刻看向我 像是试探的小动物 今天的天气好晴 我喜欢的人 好像也喜欢我 12月31日 她表白了 真好 我有了全世界最棒的男朋友 宋米川一天一天地看下去 唐婉将他们的恋爱过程 写成了一部编年史 每个阅读的人 都能看到 他们越来越相爱的过程 相爱在6月22日那天 达到了顶峰 她写 我怀孕了 想尽快告诉她 这个好消息 宋米川的手 猛地顿住了 她不敢看下面的部分 因为知道 在这个相爱的顶点 往后都是坠落 7月11日 她发来了她吃饭的照片 过去她从不把我做的爱心便当分给别人 但这次 她把我做的菜分给了同事 自己吃了她做的 7月13日 她发来了她开会时的照片 她的衬衫 肩膀处有浅浅的口红印 别人看到了 大概会以为是我的 可惜我从不用粉色的口红 我猜 她趴在她怀里哭过 7月17日 她发来了她睡着的侧颜 他们挨得很近 进到她的镜头里 她有几根睫毛都可以数清楚 最后 宋米川的手 停在了这个回答的最后一行 老公 原谅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 此时是19点23分 宝宝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我躺在病床上 用手机给你写下这封最后的留言 真心相爱的人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真心里混了太多的杂志 无论是你爱我 或是你爱她 都是这样的 这篇回答的内容 始终存放在我的草稿箱中 有一天 我会把它发出来 那时候 我已经挣脱了爱的枷锁 走向了新的人生 也就是说 在你看到这封信时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衷心地祝你好 感谢你给过我的所有美好时光 我始终相信 我们真心地相爱过 只是最后 还是没能在一起 夜色笼罩 你红如火 路人们纷纷看到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跌跌撞撞地从酒吧中走出来 最终跪倒在地上 失声痛哭 人流来来往往 她终于无家可归 苏运来找宋蜜川时 发现她颓废的惊人 她把她从沙发上拽起来 这个曾经温柔又鲜弱的女孩 终于失去了所有的耐心 语气尖利地质问她 宋蜜川 唐婉已经走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 宋蜜川不说话 任由苏运撕扯她 她身上有很浓重的酒味 酒精帮她想起了许多事 比如苏运的确曾经在她年少穷困时 借给她零花钱 可当年公司流动资金出问题时 唐婉也曾拿出全部的积蓄 陪她渡过难关 比如苏运的确曾经在她被同学欺负时 站出来帮她说话 可当初她被甲方刁难 唐婉也曾在加完夜班后回来 顶着通红的眼睛 帮她一遍遍打电话周旋 苏运在旁边已经痛哭失声 她像一台复读机 反复地问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 宋蜜川很想回答苏运 但她发现 她说不出来 最后 苏运哭得脱了力 跪在了宋蜜川的脚盘 拉着她的衣摆 曾经的千金小姐 失去了全部的尊严 哀声恳求 蜜川 求你了 娶我吧 往日里 她可怜到这种地步 无论是多么原则性的问题 宋蜜川都会心软妥协 可是这次 宋蜜川几乎是脱口而出 不行 她突然意识到 为什么不行 因为如果她娶了苏运 唐婉就永远不会回家了 尽管现在 她依然不会回来 宋蜜川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找过唐婉 她去唐婉的单位 同事们告诉她 唐婉拿了公派出国的名额 已经走了 她去找唐婉的朋友 大家纷纷揭没 对唐婉的去处 守口如瓶 在每一个没有唐婉的日子里 宋蜜川用大量的酒精麻痹自己 那一天的最后 苏运完全疯狂了 她说她不过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罢了 你不会真的爱上她了吧 宋蜜川突然哭了 她低声 喃喃着重复 我一直 一直都爱她 离开宋蜜川两年后 我从伦敦回国了 在受够了变幻莫测的天气 和永恒的炸鱼薯条后 我看着飞机降落 心里百感交集 蒸羊膏 蒸熊掌 蒸鹿伟儿 烧花鸭烧厨鸡 烧子鹅鸵 猪鸵 鸭酱鸡腊肉 松花小肚儿 亮肉香肠 而食锦酥盘 熏鸡白舵 清蒸八宝猪浆米酿鸭子 我回来了 然而刚刚走出登机口 我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宋蜜川 她瘦了很多 裹在黑色的大衣里 脸颊凹下去 气色很差 她大概是关注了我的社交平台账号 得知了我要回国的消息 于是一直守在这里 在看到我的瞬间 宋蜜川落泪了 她对我说 我已经把苏运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晚晚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见她 我站在原地 抱着手臂 皱着眉头 大概用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 才想起苏运到底是哪位 这个女孩曾经一度横跟在我心里 我拿自己跟她比较 比容貌 比身材 恨不得拿着放大镜去找原因 凭什么她是宋蜜川的真爱 可此刻再回头 我只发现 自己连她的长相都记不清了 宋蜜川见我不说话 以为我还在赌气 于是重复 晚晚 这次我一定好好对你 我常常地叹口气 宋蜜川 我和一个人在一起 只取决于一个因素 我爱不爱她 现在我不爱你了 你无论有多好 都和我没关系了 宋蜜川挣住了 她愣了很久 看着我平静无波的眼神 乐乐道 可我一直爱你 晚晚 我已经意识到了 我对苏韵 其实是遗憾和不甘心 从我遇到你的第一天 我爱的一直都是你 现在你回国了 至少让我开车送你回家 宋蜜川的话被人打断了 sorry 一个高大的金发男子拉开她 挽住我的手臂 将手里的热拿铁递给我 宋蜜川看着男人 睁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 金发男子像是感受不到宋蜜川的目光 他剥剥头发 俊美的容颜展露无遗 一双碧海般的眼睛看向我 亲爱的 你又被人搭讪了 我怂怂肩 宋蜜川的神色在瞬间变得无比黯然 你 金发男子还不罢休 他饶有兴致地看向宋蜜川 你刚刚说要开车送他回家 那要不也送送我 宋蜜川的眼睛难看得像个死人 我没有给他再询问的机会 拉起金发男子 转身离开 走出十几步 金发男子才压低声音对我道 你前男友 我用鼻子嗡了一声 金发男子 他好像误会了 我冷笑 你这么亲密 让人想不误会都难 金发男子一甩头 自豪道没办法 这就是我们法国男人的风度 他叫莱安 回国的飞机上坐我旁边 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迷 在飞机上 他借用我的平板电脑 看修仙网络小说 一看就是七八个小时不停 鉴于实在是霸占了我的平板太久 他答应下飞机后买咖啡答谢我 到了打车点 我和莱安挥手告别 莱安凑到我身边 给我个联系方式 我挥挥手 让他快滚 莱安也不生气 嬉皮笑脸地说 没关系 中国这么大 我相信我们总会再相遇 车子行驶在夜幕中 绚烂的霓虹将我笼罩 我打开车窗 深吸了一口清凉的夜风 前排的司机在放歌 一句歌词从音响中飞出 融入无尽的夜色中 海鸥不再眷恋大海 可以飞更远 晚安 未婚夫江绍 把我的助理带回来说 要跟他结婚 气得婆婆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助理舒染泪眼汪汪地躲在江绍怀里 嘴角却挂着得意地笑 看得我也想笑 红烟祸水这么给力 计划进展一切顺利 我可不是该高兴吗 但江绍作为一个霸总 认为全世界的女人 都对她有非分之想 我当然也不能例外 她轻蔑地扫了我一眼 用眼神告诉我她 已经看穿了我外强中干的伪装 安友宜 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你识项点自己退婚吧 我配合她的表演 无脸痛哭道 好 那我现在就走 话说得决绝 但我的小碎步刚迈出去 就配合地被婆婆拉住了 婆婆坚定地站在我这边 冲江绍吼道 你要是敢辜负友谊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江绍不能在心上人面前丢了气势 于是很有骨气地撂下狠话 没有人能够左右我的感情 我的心里只有冉冉 说完霸气宣言 她带着疏软潇洒离开 临走前疏软 还不忘给我递来一个挑衅的眼神 她以为自己是凭本事 抢走了我的未婚夫 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她不过是磕被我利用 用来激化江绍和婆婆之间 矛盾的棋子罢了 看到他们不欢而散 我偷偷勾起嘴角笑了 抬头时却红着眼睛 跟婆婆说对不起 婆婆是我亲妈这件事 我是去年才知道的 从小看尽人心险恶 有人无缘无故地示好 令我非常警惕 她大概也没料到 我会因此怀疑她 真相很狗血 我妈为了上位必须生个儿子 于是把我换成了 同一个产房出生的江绍 江绍的母亲 是个未婚生子的女大学生 瞒着家里人准备生了孩子 往福利院一扔 就当作没这回事了 我妈是个狠人 刚生完孩子 就能用超能力摆平一切 我和江绍就这样 被她互换了人生 她代替我成了江家的大少爷 从小要疯的疯 要语得语 而我代替她被扔进福利院 每天为了吃饱肚子 讨好福利院的妈妈们 现在我妈熬死了 我那个花名在外的扎爹 继承了她的遗产 又想起了我这个流落在外的亲生女儿 可她不敢跟我相认 就想到了让我成为她儿媳妇的方式 名正言顺地补偿我 她想得很周到 却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江绍一直以为那是场意外 其实是我妈设计把她灌醉的 虽然那天什么都没发生 但我还是配合我妈演了一出桌奸在床 顺利成为了江绍的未婚妻 住进江家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包括我妈 订婚后 我就从实习生破格提拔成了总裁秘书 江绍反对也没用 谁让我妈才是董事长呢 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后 江绍对我还算满意 但这一切自从书染成为我的助理后就变了 书染是个特别的清纯不做作的女人 还总能无意间跟总裁擦出暧昧的火花 简直就是霸总言情里的标配女主角 都说祸水误国 书染就是我特地给江绍挑的祸水 目前看来一切顺利 江绍果然是个霸总 前脚跟他妈霸气宣言 后脚就把心上人提拔成了总裁秘书 而我则变成了书染的助理 这熟悉的套路 真不愧是我妈亲手养大的儿子 颇得她的真传 书染一招翻身小人得志 也不再装傻冲愣了 整天在公司里遗址气势 首当其冲 就是把我使唤得团团转 当然其他人也都没能幸免 被殃及持余 偏偏江绍就跟眼瞎了一样 默许她的胡作非为 惹得公司里怨声载道 书染是我亲自招进来的实习生 我当初招人的标准 除了要符合江绍的审美 就是专挑美脑子的花瓶 书染也不负所望 卯足了近折腾我的同时 还把公司一笔两千万的订单 给折腾没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 江绍第一时间不想着怎么补救 而是跑来威胁我 安友怡 你必须替染染被这个黑锅 否则我就开除你 江绍冲进来得太急 没想到我的办公室里 还有一个人 正是我妈这个董事长 我妈是听说了我被疏染为难 特地来给我撑场子的 没想到正好撞上江绍跑来威胁我 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她气得差点绝过去 二话不说 先给了疏染一个巴掌 力道之大 直接把人给打趴下了 为了这个蠢货你 竟然想让友谊替她顶罪 你是不是也被传染脑子坏了 江绍跟她那个未婚生子的妈一样 是个恋爱脑 心疼得扶起舒染冲 我妈吼了回去 冉冉是我的真爱 别说两千万 就是两个亿 她也值得 于是舒染的脸也不疼了 抬头与江绍深情凝望 多么霸总的台词 多么感天动地的爱情 我妈感动的脸都黑了 作为未婚妻 我这时候当然得有点反应 于是我哭着对我妈说 阿姨 既然江绍和舒染是真爱 我愿意解除婚约成全他们 舒染的眼睛 瞬间亮得像两盏灯泡 看她的样子 可能还想给我鼓个掌 她注定要失望了 我妈不但不答应 还把我提拔成了董事长秘书 她对江绍说 以后公司的任何重大决策 你都要通过友谊跟我汇报 再做决策 看着江绍敢怒不敢言的憋屈样子 我顿觉通体舒畅 生殖加薪是件好事 我转头就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了我的金主 魏子玲是对家公司的总裁 一个野心勃勃的真霸总 也是我的金主爸爸 在我成为总裁秘书后 陪江绍参加的一场商业宴会上 他一眼就在茫茫人海中看中了我 然后找了个时机 亲自跑来收买我 让我成为他在江氏公司的内影 他的原话是 你看江绍的眼神比我很多了 不如跟我联手合作搞死他 虽然他眼神不错 但人心格肚皮 我本来不想答应的 可是他给的钱那么多 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呢 魏子玲顺势约我下班后吃饭 我猜他是想从我嘴里套消息 但看在美食的份上还是答应了 果然 等饭吃得差不多了 他就开始问东问西 尤其是江绍和我妈对我的态度 大概是在猜测我有没有背叛他 最后他直接问道 虽然我给的钱不少 但嫁给江绍后整个江家都是你的 你就没有一点心动 我叹气说 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大饼 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才能让人安心 魏子玲也不知道是信了还是没信 离开前对我说道 放心 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这是当然 我也不会亏待我自己 就是不知道 等事成之后知道真相 他会不会买凶锥杀我 短短几天 我就从被欺压的小可怜 摇身仪变成了手握上方宝剑的 钦差大臣 我这人这么小心眼 当然是以牙还牙 开始变着花样折腾书冉了 文件格式不对 重做 数据不够清晰 重做 阐述不够明白 重做 书冉刚被折腾了一天 江绍就坐不住了 他冲进办公室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你别得寸进尺 再敢欺负冉冉 我饶不了你 从前江绍也算是个聪明人 怎么谈个恋爱 把脑子都弹没了 我无奈地说 江总说笑了 总裁秘书连一份表格都做不好 不打回去重做 难道还指望我替他做吗 江绍被我气笑了 安友宜你 不过是个外人 别拿着鸡毛荡另见 我才是江氏的继承人 你最好记住自己的身份 谁是外人还真不好说 但我确定 这个江氏你是继承不了了 我笑着说 如果江总是来替书秘书求情的 那就好好求我吧 否则我可要公报私仇了 江绍也被气得快要绝过去了 书染事实出现 委屈愤怒地指责我 我跟阿绍是真爱 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呢 他说得那么礼不直气也壮 我都怀疑自己 真的做了什么过分的事 我实话实说 因为他是我的未婚夫 而你只是个小三啊 疏染大受打击 一下子看上去比江绍还要严重 仿佛随时都能昏过去 江绍这个护花使者 被我的出言不逊彻底激怒了 发誓一定要和我解除婚约 为了达到目的 时隔多天后江绍主动回了江家 他威胁我妈 我和安友仪之间你只能选一个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一个是工具人假儿子 一个是满怀愧疚的亲女儿 我妈两个都想要 于是他把江绍囚禁在家里 准备棒打鸳鸯 用五百万打发走舒染 可舒染却看也不看五百万的支票 哭哭啼啼地对我妈说 阿姨 我和阿绍是真爱 你就成全我们吧 我妈没忍住 直接一杯咖啡泼在了她脸上 毕竟舒染不是在竞争她的儿媳妇 而是抢她女儿未婚夫的第三者 我妈那对她有好脸色才怪 但舒染是个有大志向的 任凭我妈如何威逼利诱 也不肯为了五百万放弃整个江家 真不愧是被我选中的女人 但这回我妈下定决心 只要江少不松口就一直关着她 江少干脆绝食抗议 我是挨过饿的人 知道饿肚子的滋味有多不好受 当然要让江少深刻体会 自从订婚后我就住进了江家 虽然不和江少一间房 但阿姨得到我妈的授意 已经把我当成了家里的女主人 我特地吩咐阿姨 收拾江少房间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 不能放过每一个角落 果然搜出来一堆被撕藏的水果零食 我一看都是些女生会买的小零食 就知道这是舒染的主意了 就是不知道 等江少饿得怀疑人生的时候 会不会问候她全家 江少不愧是爸总 硬生生熬到了第三天晚上才昏过去 当她睁开眼睛 看见医生守在自己床边 还以为我妈终于被她逼得屈服了 不由常常地松了口气 可我推门进来告诉她 这一瓶营养液可以维持三天 阿姨说你可以继续绝食 不用怕会被饿死 我说完 把手里的白粥放在床头 在她想要杀人的目光下 湿湿然离开 笑话 我妈当年连亲生女儿都能舍得扔了 还会舍不得饿她这个假儿子 等一会儿阿姨去收碗 果然只剩下一个空碗 哎 她怎么不争气点 再多饿几天呢 江少这个护花使者不在 舒染石像的埋头当鸵鸟 但我怎么会因此放过她呢 我一向会做人 反之舒染平日里 没少仗着江少的是狐假虎威 这下就迎来现世报了 她本来就什么都不会 连被人下套都察觉不出来 工作上频频出事故 别说工资了 她被扣钱扣得得到赔公司不少钱 眼看着入不敷出 又迟迟没有好消息传来 舒染终于忍不住找到了江家 其实江少就是饿过头了 调理两天就恢复了 她拖着迟迟不回公司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舒染 毕竟信誓旦旦豁出性命 也要让舒染名正言顺的人是她 禁不住饿半途而废的也是她 所以猛地一看见舒染 江少下意识地反应竟然是想躲起来 舒染不可置信地质问她 阿少 难道你变心了吗 江少仗红了脸否认 我没有 然然 我心里爱的只有你 可我妈被安友宜洗脑了 就算看我饿死也不肯取消婚约 她咬牙对舒染说 然然你放心 就算是跟我妈断绝关系 我也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公司的股份可都握在我妈手里 江少虽然也有些积蓄 但跟江家的一切相比 那些只是九牛一毛 舒染可不傻 从她不要五百万支票 就能看出来是个目光长远的 她立刻劝江少 你别冲动 你们到底是亲母子 你妈不可能真的不管你 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在从长记忆吧 然后 她可怜兮兮跟江少告状 说自己已经被我扣得没钱吃饭了 江少果然不负所望 立刻意气风发地 带她去吃大餐 可惜他们不知道 我从扣安友宜工资的时候 就料到这些 早就让我妈把江少的卡都停了 等他们吃完饭结账的时候 收银员把每张银行卡都试过了 最后委婉地提议 让江少用现金支付 可江少的钱家里 是从来不放现金的 这下就尴尬了 两个饭店保安 接收到收银员的眼神 暗示上来堵在门口 显然是把他们当成吃霸王餐的 用我的卡 我来买单 关键时刻 有人施以援手 江少刚松了口气 转头去见好心人 竟然是死对头魏子玲 脸色顿时黑如锅底 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 把你的臭钱拿开 不要用他来侮辱我 魏子玲取卡的动作一顿 意味盎然地问他 你确定真的不用我帮你付 江少刚想说 有的是朋友抢着帮自己买单 就听舒染难堪地凑在他耳边说 阿少 快点走吧 已经有很多人在看我们了 江少这才注意到 周围看好戏的目光 还是决定 闭嘴让魏子玲侮辱了他 临走之前 他恼羞成怒地对魏子玲说 把你的卡号发给我 我会十倍还给你的 魏子玲无所谓的白手道 不必了 就当我日行一善 说完魏子玲 就留下暴跳如雷的江少上车了 我忍不住在后座 给他竖起一个大拇指 今天是我例行汇报工作的日子 魏子玲已经习惯 每次都要被我敲一顿了 主动带来 我吃这家最近新开的米其林 可惜碰上倒胃口的人 只能另外换个地方 介于我最近靠着第一手资料 有重大立功表现 魏子玲让我自己挑地方 于是我就挑了一家私房火锅 魏子玲看着我边吸溜边 吃得过瘾 嘲笑我又菜又爱吃 我不甘示弱道 魏总可能不知道有一种说法 说怕辣的男人将来肯定怕老婆 魏子玲被我不屑的眼神激怒了 撸起袖子开始跟我拼辣 没想到他居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特辣锅也能吃得面不改色 魏子玲在我敬佩的目光下 巨傲地说 我妈是四川人 这种程度的辣锅 在我们家都上不了餐桌 果然这才是深藏不露的真大佬 江少那个恋爱脑迟早要凉 我得抱紧这根大腿 对于江少来说 钱只不过是卡里的一个数字 从来不存在有没有 只在于有多少 但他知道这是我妈为了逼他跟书冉分手的手段 所以很有骨气地忍住了 于是接下来的半个月江少捏着鼻子老实上班 书冉也争取不被扣工资 他们突然这么听话 我竟然觉得有些寂寞 坚持了半个月 终于等到了发工资的这天 江少的五十万工资到账 两人刚到餐厅准备庆祝时 又来了一条扣费短信 是江少那辆豪华邮轮的嫉妒护理费 正好也是五十万元 工资还没午热 转眼被没了 只剩下书冉那少得可怜的四千块工资 庆祝是没法庆祝了 对江少来说是有钱银水宝 反正家里什么都有 他平常也没什么其他花销 但书冉就不一样了 他就跟所有霸总言情里的苦情女主角一样 有一个好赌成性的妈 书冉的工资也没能捂热 就被他妈偷走了 他终于意识到江少靠不住 决定自力更生 书冉的计划简单粗暴 趁着公司周年庆的时候 在我的饮料里下药 再准备好肩膚 等着抓我出轨的现行 我要是闹出这样大的丑闻 婚约肯定是要作废了 他正好趁虚而入 这种场合 我作为董事长秘书 肯定要跟着应酬 喝两杯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也没喝出 那杯掺了料的橙汁 有什么不对 等我发现异样的时候已经晚了 身体粘软无力 一个服务生强行要带我去休息 我实在是没力气 连大声呼救都做不到 其他人都以为我是喝醉了 在胡言乱语 没人察觉 我在被人挟持 酒店楼上一整层 都被公司包下来 供客人休息 眼看着服务生就要把我带进房间里 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魏子玲冷冷地问服务生 你要把我女朋友带到哪儿去 服务生被看得一个机灵 丢下我 转头就跑了 魏子玲把我带进她的房间 她以为我只是喝醉了 没想到把我放在床上的时候 我不由自主搂住了她的脖子 她看见我阴晕的双眼 和飞红的脸颊一下子明白过来 眼神立刻就变了 不但没有拉开我的手 反而凑近问道 要不要我帮你 我点头 勉强说道 拜托你 帮我 放一浴缸冷水 我泡了几个小时的冷水 整个人都跟虚脱了一样 直到天黑了 才终于从浴缸里爬出来 我就这么湿淋淋地报了警 警察很快根据监控 把服务生抓来问话 收钱办事的服务生 立刻就老实交代了 正在跟江少妖精打架的书然 被警察破门而入 衣衫不整地带走了 正好跟赶来 接我的我妈 在警局门口狭路相逢 我妈忍无可忍地抱揍了她一顿 江少想阻止 也挨了几下 我在旁边看得痛快 就差一把瓜子 人证物证都在 书染没法抵赖 暂时被看守所积压 准备庭审量刑 江少知道书染这次闯大祸了 也不敢劝我妈 只能私下来找我要谅解书 安友宜 你要想让我娶你 最好乖乖按我说的做 要是染染有个三长两短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我翻了个白眼 简直无话可说 江少却拦住不让我走 大有死缠烂打的架势 我冷笑道 找小三的是你 犯罪的是疏染 我有什么可被你原谅呢 江少黑着脸 最后做出让步 只要你肯放过冉冉 并且保证以后都不难为他 我就给你江夫人的名分 但他紧接着又说 但我的心永远都在冉冉那里 你休想拆散我们 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 能把脚踏两只传说得 如此清新脱俗 我讥讽道 你可真是个情圣 江少居然没听出来 一脸沉痛地说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冉冉 他肯定会原谅我的 我连白眼都懒得翻了 告诉他 听说人只喝水不吃饭 可以坚持七天 正好离庭审还有一个星期 你要是能做到 我就出谅解书怎么样 江少在长达一分钟的沉默后 扔下一句 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 就落荒而逃 看来 他上次是真被恶怕了 连真爱都没办法战胜恐惧 那舒染就只能去坐牢了 最终舒染因为缩使犯罪 但并未造成重大伤害 只被判了三个月的刑期 但实际上 他只在派出所待了不到二十天 就申请到了保外就医 因为他怀孕了 舒染以为这个孩子是他的救星 是他扭转败局 嫁入豪门的钥匙 可江少都不是我妈的亲儿子 舒染肚子里的孩子自然 也跟我妈没关系 他这算是配错了钥匙 那天雨下的 就跟一瓶找他爸要钱 那天一样大 舒染跪在江家门外 求我妈让他肚子里的孩子 认祖归宗 可他却不知道 只有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 才是江家的血脉 他肚子里的可跟江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乱认得哪门子祖宗 我妈铁石心肠不为所动 但江少看不下去了 她可是要当爸总的男人 怎么能任由自己的心上人 怀着运贵在雨里 江少要冲出去的时候 我妈告诉他 今天要是出了江家的大门 你就不要再回来了 江少很有骨气地扔下一句 妈 你一定会后悔的 然后毅然决然 奔向了他的真爱 我在楼上替他们的爱情鼓掌 只希望江少能说到做到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 江少离开江家 自然也失去了江市总裁的位置 我妈年轻的时候太拼 这两年身体不行了 才把公司全权交给了江少 现在江少为了爱情 选择放弃家产 就只能由我妈重出江湖 但她身体不好 很多时候都是力不从心 于是我这个董事长秘书的职权 也就越来越大 董事会的意义都被我妈压了下来 她当然相信我这个亲生女儿 我也自然不会让她失望 我们本就是血脉相连的母女 自然越来越亲密 甚至约定将来一起去环球旅行 那段时光简直像是偷来的 对我来说美好的不真实 每天晚上我都射不得合眼 生怕醒来发现只是梦一场 而江少也在持续关注江市集团的消息 没有看到公司如她预想中的一样乱套 反而更加欣欣向荣 她终于慌了 江少当初让我妈不要后悔的时候 也不全是凭着冲动 正是因为清楚我妈的身体情况 她才敢威胁我妈 可她漏算了一个我 所以威胁变成了笑话 江少越来越暴躁 她终于意识到 江市离开她 照样风生水起 而她离不开江市 就什么都不是 哪怕她名下的几套房产和存款数目 已经是大多数人奋斗一辈子 也得不到的 可站在楼顶高高在上 俯视众生惯了 怎么能接受自己变成需要抬头仰视的人呢 她甚至不敢开机 害怕跟从前的朋友联系 巨大的落差会让她的狼狈无所遁形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 舒染的毒鬼母亲找上门 江少不知情地把人请进屋 然后就被赌债缠上 江少虽然厌恶 但看在舒染怀孕的份上一次次都给还了 没想到麻烦越来越大 有了提款机 舒染的母亲玩得越来越大 直到江少也终于力不从心 第一次跟舒染发生了争吵 然后吵架就行 变成了家常便饭 无论舒染如何发誓 保证下次绝对不管了 但等她妈一卖惨 就又心软 直到有一天 中介带着人来看房子 江少才知道舒染竟然偷偷把几套房子的房产证都给了他骂 现在全被输个精光 江少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 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江少激动之下 推了舒染一把 舒染正好撞在了尖锐的桌角上 就这么流产了 江少把自己剩下的钱都留给了舒染 然后失魂落魄地回到江家 但江家的大门已经不再随时为他敞开 他就跟当初的舒染一样 跪在门口祈求我妈的原谅 他跪了一夜 我也在窗前站在一夜 他在赌我妈的心软 我在赌我妈的愧疚 然而天亮的时候 我看见我妈亲自出去 把他带领进家门 然后我妈宣布 江少重新任职江市总裁 而我又变回了他的秘书 好像兜兜转转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对江少来说可能是结束了一场噩梦 对我而言却是美梦破碎 明明这段时间我比江少做得更好 更让他满意 我以为他应该有所动摇 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江少 选择了隐瞒真相 选择了继续委屈我 25年前被抛弃的时候 我没法做选择 但今天的我可以 我妈想把婚期定在三个月后 我同意了 江少也答应得痛快 他绝口不再提舒然 甚至会尽心安排跟我的约会 学着当一个称职的未婚夫 是穿婚纱那天 他问我想好了没有 我缓缓勾起一个笑容 说早就想好了 我还没来得及脱下婚纱 江少就被一个工作电话叫走 只留下我一个人 然后十一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男人 把我按在墙上冷着脸说 你可别说你真要跟江少结婚 来人当然是魏子玲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不说话 他终于受不了暴走了 我只是让你打听江氏的消息 没让你真的嫁给江少 我冷冷地说 魏先生 我们只是前或两期的合作关系 你现在的行为已经越界了 魏子玲看起来简直想掐死我 但他舍不得 最后只能憋着一肚子火落荒而逃 我最后一个人回了家 我妈正在家里喜滋滋地亲手写婚礼邀请函 有一瞬间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算了吧 过去的都过去了 可当我看见邀请函上的名字时 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噩梦里 密密麻麻的恨意不可抑制地在心底滋生 我妈还在笑着对我说 我想着婚礼上你没有娘家人来也不好 就想请福利院的院长夫妇来 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笑着说 好啊 妈你做主就好 我妈更加高兴了 天真的问我 你这么多年一直忙于工作 没能回福利院看看 应该也很想念他们吧 我盯着她的眼睛回答 是啊 现在院长妈妈不会再用挣扎我了 院长爸爸也不会打我出气了 我还挺想念他们的 我没去管我妈的脸色如何 自顾自地接着说 把我的头按进托地桶里的王妈妈 冬天把我关在外面的杨妈妈 还有美顿直许我吃半碗饭的陈妈妈 把他们也都请来吧 我妈脸上已经毫无血色 震惊地喃喃道 这怎么可能 她以为每年往福利院大把大把地捐钱 就算是间接抚养我了 却从未想过 这个世界上还有藏在善意下的阴暗 院长的女儿曾经是我最羡慕的人 她不会跟我们一样 吃不饱穿不暖 还有穿不完的漂亮裙子和一屋子的玩具 更重要的是她有爸爸妈妈 摔疼了有人红 被人欺负了 有人撑腰 害怕了有人依赖 这些都是我可望不可及的 我妈把这些都给了江绍 因为江绍可以给她带来更多的利益 所以她当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 后来我又给了她那么多次机会 可她一次都没有选择我 我听见了我妈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 却没有停下来 我还在笑着说 还有那些曾经剪我的头发 逼我吃纸喝脏水的同学们 勤工剪学时 对我动手动脚的饭馆老板 把所有因为我是孤儿欺负过我的人都请来 我盯着我妈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 让他们都来看看 其实我是有妈妈的 只是她不要我而已 对吗 我的话说完 我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捂着胸口 一副快要喘不上来气的样子 我没有流一滴泪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哭得太多 渐渐就明白了 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因为每一个人急挨饿 被人欺负 或者是受了委屈的时候 我的眼泪从来都换不来一丝的关怀和改变 自从知道 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的那一天起 剩下的眼泪就在一日复一日的等待中熬干了 终于不再对她抱有期望 想说的话都说完了 我转身往外走 身后传来 我妈崩溃地呼喊 听起来是那么痛苦 那么可怜 可人做错了事 就要付出代价 离开江家后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好像突然获得了自由 却又不知道能去哪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渐渐意识到 身后有一辆车一直在跟着我 转头就看见驾驶坐上魏子玲的臭脸 自从上次她被我从十一间弃走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现在这样毫无防备地突然见面 难免有点尴尬 我们莫名其妙地对视了很久 最后她烦躁地下车 把我拽进了车里 我一边系安全带 一边对她说 我不值钱的 绑架也没有人交赎金 她咬牙切齿地说 我交 我愣住了 问她 什么 她瞪着我说 下次如果被绑架了 记得让绑匪打给我 我给你交赎金 我脑子一抽 突然说了句 应该让我为婚夫来交 车里的气温瞬间冰冻 我识相地闭上嘴 在风驰电车间 默默握住了车门上的安全把手 没想到魏子玲最后把车开回了她家 没想到正好撞上 她妈亲自下厨炖火锅 更没想到我最后 会坐在她家餐桌上 一起吃火锅 魏子玲没骗我 上次的火锅辣度 跟眼前的比 果然是小屋见大屋 我只能硬着头皮 拼命喝水 最后魏子玲看不下去 让人往一边的鸳鸯锅里 对了一些高汤 总算是可以接受了 魏夫人摇头叹息 小安你这样不行 吃不了辣是管不住男人的 魏子玲撇了撇嘴 似乎小声吐槽了句什么 可惜我没听清 吃完饭后 我不好意思再留 魏夫人让魏子玲送我回家 一路上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最后车停在了江家门外 我问他 你想要江是吗 魏子玲皱眉问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摇了摇头不再多说 准备下车 魏子玲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他没有转头 目视前方 话却是对我说的 如果我让你不要跟江少结婚 你会不会听我的 我挣脱他的手腕 达菲所问道 为了感谢今天的火锅 过两天 我会送给你一份大礼 既然得不到 那就毁掉吧 我刚进江家大门 一阵轰鸣声 伴随着急促的刹车声 江少的车头 堪堪擦着我的膝盖停下 江少抓着 我就往车上带 我下意识地想要挣扎 却被他的一句话震住了 呆呆地跟着他上了车 江少说的是 快去医院 妈要见你最后一面 我妈心脏不好事 老毛病了 不能受太大的刺激 当时她急着出去找我 结果心肌梗塞 半路出了车祸 我曾经以为 如果有一天她死了 我会很痛快 或者很痛苦 可现在 我却异常平静 平静的简直 就像是一潭死水 任凭周遭天翻地覆 都不会起一丝波澜 我妈浑身是血地 躺在手术台上 医生已经放弃了抢救 她真的就是撑着一口气 在等我来 我覆耳凑过去 听见她微弱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张了张嘴 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没关系吗 怎么可能真的释怀 说我恨你吗 现在好像也不恨了 就在我纠结的时候 江少突然大叫了一声妈 我猛地起身 才发现 她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有句话说得很对 你永远都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个会先到来 突然之间 我又成了过 我把两份亲子鉴定 摆在江少面前的时候 她很平静 她说 我重回江家 那天妈就都告诉我了 这是她的遗嘱 除了江市10%的股份 和两套房子外 其他的都留给了你 我愣愣地看着江少 像是突然听不懂 她说的每一个字 妈说她对不起你 也没有勇气面对你 所以只能 期望在死后 得到你的原谅 执意让我们结婚 也是因为她和爸的婚姻失败 让她认为 利益捆绑 才是牢不可破的 她做一切是想弥补你 希望你能在她的羽翼下 无忧无虑地过完下半辈子 我浑浑噩噩地走出公司 有很多人在跟我说话 可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像是突然被封闭了五感 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 我突然想起她临死前 说出对不起后的那几秒 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 仿佛无根的扶平 再等一处寄托 或许不必说没关系 或者我恨你 只要叫她一句妈妈就好 脚下突然踩空 我跌进一个熟悉的怀抱里 眼泪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 我像是解除了情感封印 抱着魏子玲 嚎啕大哭起来 我终于能够哭出来了 可是已经晚了 人做错了事 就要付出代价 我曾想把要江少 和我妈的亲子鉴定 当做大礼送给魏子玲 让她如愿搞垮江市 但是我现在反悔了 毕竟我继承了 我妈的大部分遗产 包括江市63%的股份 身为新任董事长 我把公司委托 给了江少管理 以后她干活 我坐等收钱就行了 但魏子玲像个影子一样 无处不在 追着跟我讨要她的大礼 我真想穿越时空 回去捂住自己惹祸的嘴 后来 我在机场大厅的显示屏上 看到了福利院被曝光的新闻 院长夫妇和多名保育员 因虐待儿童等多项罪名 被依法逮捕 听着周遭群众的唾骂 相信这些人 就算将来有一天 能从监狱里出来 这一辈子也已经毁了 我收回目光 正准备去安检 就一眼看见了 匆匆赶来的魏子玲 倒不是我眼神有多好 而是这家伙打扮的 就像支开瓶的花孔雀 让人想不注意到都难 没想到魏子玲 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 突然膝盖一软就跪下了 还是单膝下跪 然后她从身后 便出一大捧玫瑰花 红着脸对我说 友谊 我喜欢你很久了 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吧 虽然我妈已经不在了 但我还是想完成 跟她的约定 出去看看世界 至于魏子玲 我实在是被缠得没办法了 才会答应带她一起去 没想到 她竟然会在机场当众表白 这么潦草敷衍地 表白我当然没有接受 但我是个眼狗 所以最后还是带她一起 踏上了环球旅行的旅途 魏子玲好像一点 也不怕自己的公司会倒闭 每天除了陪着我吃喝玩乐 就是坚持不懈地 进行她的表白大业 在她第27次 在沙滩上表白的时候 我勉强接受了 当然 这跟她只穿着一条 泳裤的完美身材没关系 我可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主要是被她的真诚打动了 身为一个富婆 美时美景 美人都在眼前 接下来就是没凶没臊的幸福生活了 直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 当魏子玲得知 我就是那个神秘的江市董事长后 她悟了 原来这就是你当年说的大理 老婆 你的良心都不会痛吗 怪不得结婚的时候 我签离婚就净身出户的协议 你还不同意 所以现在离婚 江市和卫市就都是你的了 你该不会骗婚吧 我摸着老公已经悄悄爬上皱纹的脸 笑盈盈地告诉她 乖 所以你要好好健身保持身材 公司的事情就放手交给儿子 操心多了老得快 毕竟我是一个眼狗 你要是中年发福了 我可能真的会忍不住踹了你 老公凶狠地扑了过来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饱到未老 爱 这就是富婆的烦恼 和傅恒结婚的第三年 明恋她多年的青梅 突然跳了楼 理由是她不爱她 所以她要用死的方式让她后悔 于是她成功了 傅恒真的疯了 不仅整日浑浑噩噩 酗酒度日 还要对我使用冷暴力 捅我厉害 可后来 当所有事情真相大白后 她又后悔了 来求我复合 一 在接到谭倩家里人打来的电话时 我和傅恒正在电影院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 彼此都觉得奇怪 谭倩虽然经常爱干电话骚扰的事情 但她家里人会打来的次数 确实要少很多 估摸着是有什么正经事 傅恒犹豫了几秒 没有挂断 对我道 老婆你等我一下 马上就来 我眨了眨眼 现她一副紧张 怕我误会的样子 笑出声 没关系 快去吧 你老婆我哪有这么小气 电影还要五分钟就要开始了 早去早回 说吧 我先进去 心里也颇有些烦躁 不是不信任傅恒 而是一听到谭倩这个人的名字 就会下意识地心烦 结果没走几步 傅恒就追上来了 我惊讶到 这模块就说完了呀 就现她的脸色有些阴沉 语气有些不好 是谭倩 她知道我不会接 就用她妈的手机打给我 让我现在去献她 不然她就要去跳楼 说完 她冷笑一声 第三次这样了 又拿自杀威胁我 老婆我们走 不用理会 说吧 就强势地牵着我往里走 我皱了皱眉 想到谭倩此刻闹跳楼的事情 隐隐约约 觉得有些不安 但最终还是莫说什么 在傅恒十分糟糕的脸色下同 她一起看完了电影 结束时 我默默地想 这真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约会 二 我和傅恒是在大学时 对彼此一见钟情 然后恋爱的 期间 我其实并不知道谭倩这个人的存在 也不知道傅恒和她是青梅竹马的关系 因为傅恒只和我介绍过她家里的情况 但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谭倩 直到有一次我在咖啡厅和朋友酗酒聊天时 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女生 发了风一般朝我走来 然后将我的咖啡泼到我的脸上后 我才知道 傅恒有着这么一位爱她极端又偏激的朋友 当然 我在当天毫不犹豫泼了回去 一点亏莫吃 只是没忍住回家时 还是将火发给了傅恒 然后 在她沉默很久 我忍无可忍决定分手时 赶忙一遍又一遍同我道了歉 并一五一时地告诉了我 关于谭倩的情况 谭倩是谭家老来得女 因此格外宠溺 几乎要什么有什么 养成了一副 不知天高地厚的骄纵性格 因此 对于一直不喜欢她 还多次拒绝的傅恒 有着近乎病态的偏执 再整整纠缠了她八年 让傅恒困扰到不得不远离 在去了不同地方的大学后 才渐渐断了联系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却没想到谭倩不知通过了什么方式 知道我是她女朋友 并找上门来的 她说完 一边拿只手出来对天发誓 俊美的脸尽显可怜 除了感到困扰外 我真的不喜欢她 也没和她有什么 是我错了 没有和你提前说 见我不说话 她继续道 我会处理好一切 你能原谅我吗 我叹了口气 莫说话 算是默许了 且接下来的事情 也正如傅恒所保证的那样 我再也没献过谭倩 直到 我们结婚的那一年 谭倩出现了 在我们的婚礼上大闹 以死相逼 以阻止我们结婚 三 从电影院出来后 我问傅恒想吃什么 傅恒却说莫胃口 想回家 我只好恩了一声 草草结束了这次约婚 其实心累的不只是傅恒 还有我 自结婚来 这是多少次了 位数不多的约会 都会因为谭息的事情 而变得不好过 在车上 我望着沿途的风景 终是憋不住 开口道 你不觉得 你总因为谭倩的事情 情绪起伏太大了吗 傅恒顿了毒 皱眉 她跟我一起长大 总用这样的方式威胁我 实在是太幼稚 我叹了口气 你又不是她是父母 你管不了 怎么老往心里去 傅恒又沉默了几秒 抱歉 我会处理好 是吗 我淡淡道 心里却早就不像以前一样 非常相信她了 因为她们一起从小长大 之间多多少少会有些情感 真的能处理好 就不会谭倩 每次通过死亡危险的方式 拉扯到现在了 而回应我的 是良久的沉默 以及复横手机不断的铃声 我瞥了一眼 还是刚才的号码 过一会儿 她手机倒是停了 变成我的响 又是一个新号码 发来的是短信 你让傅恒接电话 不然我真的会去死 我深呼吸了口气 实在是觉得窒息 默默将陌生号码拉黑后 一路无言 四 深夜两点的时候 有人在框框敲门 伴随着铃声 十分吵 我和傅恒不得不从睡梦中醒来 一开门 竟是谭母和谭妇 两人穿着随意 风尘仆仆的 黑眼圈极重 我愣了一会儿 对他们的行为 简直是二丈不摸头脑 但还是礼貌性的 阿姨叔叔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快进来坐 谭妇盯着我看了一眼 脸色不好 就不必了 我吃了别 心想真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都爱无理取闹 傅恒也在这时 穿好衣服出来 刚打了个招呼 就被突然冲上来的谭母 给了一巴掌 傅恒猛了 我也愣了会儿 赶忙上前拦了一下 就现谭母情绪激动一些 两眼泪汪汪的 都是你 都是因为你 我女儿为你跳了楼 什么 傅恒也愣住了 那一巴掌硬是成下 一句话莫说 赶忙问道 谭妾真的跳楼了 伤势如何 谭母一愣 继续大哭 死了 那孩子为你死了 傅恒 你好狠的心啊 死了 我瞬间清醒过来 如遭雷劈 谭倩居然真的 壮了胆子赶跳楼 然后还死了 五 一开始听到 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还有些不信 因为谭倩曾不止一次 用死亡的方式 威胁傅恒 让她同我离婚 但次数多了 多少有点狼来了的故事 让我没法放在心上 所以 我不是很信的 我瞥了一眼 傅恒 不知她是脑子 也被一巴掌 伤化了还是什么 竟就在那里发愣 嘴里 重复念叨着 死了 怎么可能 她怎么有勇气去死 我白了一眼 冷静下来 警察出示死亡证明了吗 我知道 如果是真的 在此刻 说这句话再说 确实是不太合适 并且听起来过于冷血 但我想知道真相 见状 谭目转过头来 怒瞪我 我亲眼看着她跳楼了 还能有假 你怎么这么读 抢我女儿喜欢的人就算了 还质疑我女儿的真心 说到底 我女儿还不是因为你不让傅恒接电话才这样 她的死由你很大一部分责任 我挑眉 觉得好笑 不想受这气 回到我抢你女儿喜欢的人 傅恒跟我先告得白 关我屁事 再者 把女儿养成这般娇生惯养 不让人信任的模样 真的出了事 还是你们责任更大吧 谭目线说不过 就急着上前走两步 打算给我一巴掌 好在被傅恒眼疾手快拦下 我瞥了一眼她 现她仍瞪着眼 拟了好几声 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 与之相反 比起她的情绪激动 谭富一言不发 正想着 傅恒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给我使眼色 暗示我不要再说了 我便忍了忍 张了张嘴墨说话 只是 看着她此刻仿佛失去知觉 脸色极其不好的模样 心里很不适滋味 我和傅恒是正常的恋爱结婚 在她没有告诉我 他们这复杂关系情况下 我一忍再忍 现在真的出事了 也能错在我头上 六 坦姆差不多是在天微微亮的时候回去的 她接了个电话 脸色一变后 估计有什么急事 便匆匆离开了 只是走之前 不忘多给傅恒加了几句 都是你的错之类的话 我叹了口气 回房间打算躺着 却没想到 傅恒也跟没人是一般 躺在了我的身边 从背后我抱紧我 对刚才的事 一个字不提 当然 我也不傻 她不主动说 那我更不会给自己的生活和情绪添堵 自己提 她问道 老婆 我们等下吃什么 还是先睡会儿 我闭闭眼 再说吧 毕竟这个情况下 即使再困再饿 都没这心情 傅恒点点头 突然在我耳边一遍遍道 老婆 我爱你 我沉默许久 终是在她越抱越紧的怀里 轻轻恩 的一声 睡吧 困了 我说道 七 接下来的几天 我和往常生活的模式一般 该吃吃该睡睡 该上班就上班 并没有怎么受到影响 而傅恒就不一样了 虽然生活上大差不差 但她的行为明显有了改变 做事一向认真的她 此刻无论做什么 都变得心不在焉 平时对陌生电话避之不及 现在却一有电话提示 就迫不及待去查看 在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后 总冷着脸 和她说什么 也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 她在期待什么 我大概清楚 毕竟人有了习惯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而我 则因为体谅 大概能理解她心中的愧疚 也没有主动和她吵 只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只是 随着她越来越久 总浑身是久未儿的晚归下 我的心里 一次比一次不如滋味 也从这一刻起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我们的爱情 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美满 快到了头 八 事情的变化 是发生在半个月后 谈歉的葬礼上 起初 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实在是觉得奇怪 因为除了一部分的特殊情况 还真很少听说过 在哪家的葬礼 会在半个月后举办的 思考再三 我为了必闲 再加上本身也不熟 和傅恒商量了一下 决定不去了 结果莫想到的是 傅恒在回来的当晚 就给了我个惊喜 先是一声招呼不打 比之前伪装的温和 还要更过分 在看见我后 整个人仍散发着一种 生人物尽的气息 然后 手里揣着一本笔记本 如带珍宝 只看了我一眼后 就回了书房 一句话不讲 我二丈不摸不摸头脑 喊了几次她的名字 也不理人 只好当她可能 今天在葬礼上 冲击比较大 硬是忍了一下 结果洗漱完证 准备睡觉时 我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她的声音听起来 格外急切 我的姐 你快点去看微博 有个顶着你和傅恒 呃 反正就是你俩的名字 ID 在疯狂抹黑你 说你是绿茶小三的之类的 并且被热转了 有人在曝光你真人信息 总之我现在转给你 你快去处理一下 我 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九 在点开闺蜜给我的内容后 我一时间有些高血压 首先第一个链接 是一个全新 IP属地和我这里一致的小号 所发的一篇内容 投稿给了一个比较有热度的营销号 大概内容 便说的是她的闺蜜某某被绿茶白脸小三抢走爱人后 逼着跳楼了 整个叙述十分详细 有大概的时间 地点 完全和我现在所遇到的事情高度重叠 我随意看了一下她对我指责的点 可以说含有了大量的编造与幻想 就连举例也特别好笑 例如 正常大学里不同小组之间的竞争合作 她就会声会色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般 说我怎么怎么恶意地为了复衡重伤她 可当时 我并不知道她的存在和复衡的关系 也只是出于暧昧期 甚至 我们都不是一个大学 我气笑了 继续往下看 发现还有不少类似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 而总结就是 她很惨 不仅青梅打不过天降 还要被我这个坏天降针对 让她生活受尽委屈 逼着自杀 我挑了挑眉 看向评论区的内容 也是五花八门 有的感同身受 一同辱骂绿茶小三 有的同情这个妹子 替她跳楼感到不值 有的骂渣男 还有的 在试图巴我 找出真身 我面无表情地 又打开了第二个链接 是一个ID叫FHXA今天离婚了吗 的微博小号 注册时间没多久 但很显然 这就是谭倩的账号 因为XA是我 我名下敬 而FH则是复衡 我默默翻着 发现最后一次的更新 就是谭母跑来的那天 而其中所记录的内容 除去我针对她的编造 就是她诉说对复衡的爱 以及部分因爱而不得后 有感而发的阴谋的内容 整个账号营销的 她自己非常可怜 就差说全世界的女的 都对她有敌意 我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 逗笑了 又大概的翻了一遍 在将一部分内容截取后 然后敲了敲复衡的门 心想 谭倩八成是没有死的 这一次 估计又是她全家配合她做的 逼迫我和复衡的威胁手段 且一座座全套 线下葬礼逼复衡 线上引导网暴逼我 又致又无趣 时 可惜 这样的套路 似乎并不被复衡识别 她脑抽了 在我第三遍敲门时 依然不理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忍着一肚子火 强行开了门 结果险些被满屋子的烟味熏晕 我被枪的咳嗽了几声 头疼不已 复衡 她之前可是从来不抽烟的 见我进来后 傅恒抬眸看了我一眼 什么事 语气冰冷 我皱眉 将手机拿给她看 语气比她更冷 你的好青眉 可不一定死了 死了恐怕没有空去搞这些营销创作来 利用舆论逼我 傅恒看了一眼 沉默厚道 这不是说了 这是她朋友发的 且他们家再糊涂 也不可能拿葬礼这种事情开这种玩笑 网络上的东西 你不必放在心上 我无语 看她一副对我这件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 颇有些难受 我认为这与你说的恰恰相反 你都跟他们家相处那么久了 难道还不知道他们家对女儿过分宠溺的程度吗 如果这就是他们故意假死 假扮的呢 傅恒又吸了口烟 不说话 我不怒返校 再者 退一万步来说 她真的死了 你现在这个模样又装给谁看 是她自己要去这样做的 和我们有一点关系吗 够了 话莫说完 傅恒突然提高了音量 打断我 下镜 她本来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死了 是因为我们没有接电话 害了她 你不断没有一丁点愧疚之心 还不会自我反思 我莫名其妙 我愧疚什么 反思什么 反思我活该和你结婚 受这些委屈 反思我活该爱惜生命 莫去跳楼 傅恒别我对的一读 揉了揉太阳穴 那别的不说 你告诉我 你为石魔从认识她开始 就对她敌意那么大 她只是喜欢我 任性了点 你为石魔逼她 我先是愣了一下 仔细回顾了 一遍她的话 脾气也更暴 将一直隐忍着的火气 在这一刻全部发泄出来 我逼她 对她敌意大 要不是她发疯 我都不认识她 更不会和她有牵扯 说白了 要不是因为你 她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陌生人 你自己对她心里有愧 可以 但别带上我 瞎放狗屁 而且 如果真的要论对错 那么你 还要谈父谈母的纵容 才是她肆意妄为的资本 说完 我冷冷地看着她 见她不说话 继续道 还有 傅恒你最好记住 如果不是因为爱你 我又何必忍到现在 恋爱三年 结婚三年 位数不多的吵架次数 都是因为谈歉 好似永不结束的魔咒 如果不是因为舍不得 谁又愿意伸出这趟浑水呢 十一 接下来又是一段约莫两分钟的沉默 傅恒掐断了烟 起身披了一件外套 直接出了门 我不想和你吵 并且人已经死了 彼此冷静一段时间吧 我没拦她 只默默看向了她 放在桌上的笔记本 原来是谈歉的日记本 上面记载的内容 和网络上造谣的高度相似 指责我的各种不适 以及编造我对她的挑衅 但大部分更倾向于 她在明恋复衡 这个过程中的记载 点点滴滴 酸涩而真实 我叹了口气 不想再看她的这些东西 恶心自己 只抬了抬眼 努力不让自己眼泪掉下来 在这一刻 我总是搞明白了 傅恒在看了这一本日记之后 她居然信了这些黑白颠倒 是非不分的假话 而谭倩是否死亡的这个真相 对傅恒来说 其实并不重要了 因为她刻意蒙着眼 在读了那本日记本后 她认为 谭倩真的这么爱她 信了谭倩 对她可以付出性命的的绝对真心 再加上 她那么多年如烈火般的追求 可能几年下来 早悄无声息地 在傅恒心中留下痕迹了吧 不然又怎么会 明明睁着眼睛 却又自我催眠 一次又一次地装瞎呢 十二 自那天傅恒出门后 她人就跟消失了一样 公司找不到 家也不回 甚至她的助理 秘书都找上了我 说有急事 让我帮忙打个电话 结果也只是想了几声后 就挂断了 而我 则开始处理网上的事情 将这些一一回报给谭倩 我先是打电话给了警察 将那些恶意扒皮到我信息的人 全部一个不落地记录下来后 交给警方处理 紧接着 我联系了律师 挨个给带上我名字 跟风造谣的人 依次发送了律师函 并要求他们道歉 顺带着 在思考了许久后 还拜托了律师 帮我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最后 我找了一位闺蜜给我推荐的 信得过的 专做这类扒皮文 拿钱吃饭的携手 以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身 对她所编造的内容故事 依次进行反驳后 附上新的聊天记录 图片等一系列东西 做反击证据 将到底谁才是 小三这件事 展现得清白明了 一针见血 虽说家丑不可外扬 且为了这种小事去和她闹 我确实也有些无聊了 但谭倩先不要脸 在有时间和金钱的前提下 我可不想受气 平白吃这种亏 十三 好在 我请的人们办事效率都非常高 且结果不错 先是那些对我空口进行造谣的人都依次向我道歉 删除了所有造谣信息 其次 是我因为花了不少钱学她买热度 再加上比她有理有据的缘故 成功让评论两极反转 无脑骂我的评论减少 指责谭倩的增多 让谭倩在背后操作 想通过此对我进行心理打压的计划失败 由此下来 我心情好了不少 就在我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几天不见的复衡终于回来了 她一身的酒气 眼底泛红 下巴还满是胡茶 一改之前的精英范 我皱眉 正打算和她打个招呼 就陷她怒气冲冲上前 道 你在网上干了什么 谭姆都打电话 给我说有人莫名其妙 给她发骂谭倩小三的短信 收到了不少 你是怎么搞的 我挑眉 我不反击的话我也收到了呀 你问我呢 傅恒叹了口气 语气不好 谭倩她人都不在了 你还有必要去和她争吗 骂她是小三吗 我气笑了 心下一凉 其实傅恒来找我说的这些话 我都早有预料 毕竟现在的她满脑子都是江湖 人因为谭熙的死 半疯不疯了 我看了她一会儿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我用的是自己结婚前赚的钱 用于维护自己正当的利益 你有什么好指责的 换句话说 这是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和你傅恒一点关系也没有 听我这么刻意地跟她撇清关系 傅恒先是愣了一下 皱眉道 这是钱的问题吗 我反问道 为实魔不适 我自己赚那么多钱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和遇到这种狗屁事的时候 不受委屈吗 而你傅恒友又在干什么 我的合法丈夫 一直帮着一个外人 傅恒不畏所动 死死盯着我 都说死者未大 他已经死了 你就不能忍忍 为这小打小闹 你到底和他争什么呢 谭姆他们本就受了刺激 你又何必 我深呼了口气 垂眸道 谭签莫死 我再说一遍 好了 夏静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 开始变得如此尖酸刻薄的 你之前的宽容和包容心呢 我 我说不出话来 也没说话了 不想再和他进行无意义的争吵 心中讽刺不已 你看 这就是我深爱过的人 我深呼吸了 口气回到房去 手里再次摸了摸那份离婚协议后 决定再等一等 等到谭签按捺不住出来后 看看两人滑稽的模样 十四 接下来的三天 傅恒要么不在家 要么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或在阳台抽烟 随时抱着那本笔记本 一会儿笑 一会儿哭 搞得自己不仅精神衰弱 还很狂躁 我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心想 谭签确实做到了 傅恒真的未了他发疯了 可是 在傅恒心里 只有真正死了的他 才在心里有一席之味 那等他真的出来 让他知道他真的没死呢 又会怎么样 正想着 傅恒回来了 今天的他 看起来比前两天 又正常了不少 起码胡子刮了 整个人看起来 也没有那么狼狈 他进门后 没有像往常一样无视我 只是手里拿了一份文件 直愣愣地盯着我看 一句话不说 我接过 打开 这是一份离婚协议 我没说话 心下了然 只接过默默浏览了一遍 内心莫名其妙 觉得松了口气 财产的分配很公平 比我让律师你的那份 分配的还要多 我又看了一遍 突然很想笑 也很释然 心中竟没有我想象中的难过 其实他提出来也好 免得我折腾 傅恒见我面上 没实抹表情 抿了抿唇 灰尘的脸 好似没有一点生气 既然你看到了 那就找个时间签字吧 是我对不起他 我会尽可能弥补 十五 对不起他 尽可能弥补 我嘲弄到 那你对不起的人 可不止一个 对不起我 对不起我父母 以及他自己 他顿了毒 我前段时间 也不该对你发脾气 我只是 太难过了 我想我现在 会慢慢调整过来 但在最后 满足一下他的遗愿 我 OK 停了 我不想停 我打断他 我对你的爱 早就一次次消磨了 我想听的不是对不起 也不需要听 所以 傅恒 我同意离婚 我们好聚好散 十六 离婚的过程 比我想象中还要快速 一共六年的感情 就是落得这般下场 我默默拿着症 心想 三个人的互相折磨 终于结束 以后就不再有关系了 正打算离开时 傅恒突然叫住我 他眼眶变得有些湿润 几次开口 又欲言又止 最后 只到了四个字 好好保重 我一瞬间有些无语凝掖 能看得出 现在的他精神状态依然很不稳定 性格变化非常大 一会儿有病 一会儿看起来又很正常 我瞥了他一眼 莫说话 打了个车走了 只是透过镜子 看见他一直没有离开 十七 回家后 新的生活重新开启 我又过上了一段 自由而新鲜的单身生活 但我妈总担心我难过 便开始疯狂 给我挑帅哥相亲 其中一位 是个看起来很不错的人 谈吐大方 文质彬彬 可不是我的菜 正打算委婉拒绝时 我收到了一条信息 上面写道 有兴趣献一面吗 我在你对面的那家咖啡厅 最后末尾是两个字母 TQ 谭倩 十八 和我心中的猜想一致 谭倩果然没有死 因此见到 他我并不惊讶 只是让我出乎意料的是 他受了伤 坐在轮椅上 左手 右腿都打着石膏 且脸色苍白 一副大病出狱的模样 到这一刻 我算是搞明白了 谭姆当时之所以慌成这样 估计是真的跳了 所以才被吓得 用各种方式全力以赴配合女儿 为挽回复衡的心 见到我 他笑 怎么样 看见我莫死 你惊讶吗 愤怒和难过吗 我叹了口气 那你也太不了解我了 你死不死 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你可真执着啊 一定要冒着风险来献我 什么风险 谭倩皱眉 我无语宁耶 煞时间被谭倩的问话蠢道 心中不由地再次感慨 他家里到底是对他宠成什么样了 才会这么单纯 便懒得多和他说告诉他 他现在在复衡心里是死得最好 换句话说 活了就不好了 思考了几秒后 我淡淡道 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欺骗了傅恒不是吗 你现在来献我 我完全可以录音 拍照证明这一切 谭倩愣了一下 面部有一瞬的争鸣 那又怎么样 我不怕你 毕竟最重要的是结果 那就是你和傅恒离婚了 他现在在乎的是我 我 我手拍了拍桌子 刻意打断他的话 所以你就来找我说这个 谭倩 那你可要抓紧时间了 毕竟我和你不一样 为爱要死要活 并且 我之所以退出 是因为我默兴趣去陪你演 两个女人要死要活 去争一个男人的这种戏码 因为我的人生 并不需要任何男人为我衬托 所以 如果只是用这种方法来激怒我的话 你失算了 见我这么说 谭倩有些恼怒 却回不了嘴 只是脸色一沉 瞪着眼 我撇撇嘴 顿时觉得索然无味 干脆起身 准备离开 然后在走之前 看了一眼他全身的伤 还是善意道 通过一些让自己受伤的方式 来惩罚别人 非常不值得 疼痛的永远是自己 所以 多爱爱你自己吧 谭倩 我们后会无期 说完 我便出了门 将此次的通话录音保存好 并上传至云盘做备份 我此次来便是为了这个 用作以后能保护自己的武器 毕竟谁也没想到 谭倩会天真到这个地步 在处理完这一切后 我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一切 都将与我无关 我从名为爱的束缚 牢笼中解脱 十九 接下来一个月后 我选择去各国旅游 放松心情 并在旅行期间 听到了不少圈子里 关于复衡和谭倩的八卦 首先是复衡 听朋友说 他现在的生活一塌糊涂 常常喝到昏迷 嘴里一会儿念到我的名字 一会儿念到谭倩的死 所以让人搞不清楚 究竟是因为离婚了 还是因为谭熙的死 让他一直没有办法振作起来 除此之外 他还整日浑浑噩噩的 对公司不管不顾 于是没过多久 正值上升期的公司 很快就出现了 极大的资金问题 运作出现困难 其次是谭倩 许是因为 那天我献了谭倩的缘故 他稍微学得聪明了一点 没有第一时间 出现在复衡的面前 直到复衡的公司 差不多快无法扭转的时候 他才突然出现 告诉复衡他莫死 并带着谭母谭妇 给予复衡了一大笔钱 帮助他运转公司 但是 谭倩提出来的唯一条件 是需要他和他结婚 而接下来的日子 也鸡飞狗跳 至于当时那个场面 是什么样的 很可惜 我在旅游 是看不到了 二时 不过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结束第二站旅行 回家休息的时候 我在家楼底下 见到了复衡 比起之前 他虽然销售不少 但衣着得体 感觉并不邋遢 我有些惊讶 心想前不久才降双 这几天可冷了 也不知他为何来 又在这儿坐了多久 我多看了他两眼 默默拖着行李箱静直 从他的另外一边绕过 却被他十分眼尖地喊住 下镜 我点点头 礼貌性地打招呼 然后继续往前 被他抓住了胳膊 你说得对 谭倩没有死 他欺骗了我们所有人 不 我纠正道 也就你被骗了而已 别把我混为一谈 复衡一时间有些语色 不知道说什么 却又不想我走 于是声音软了下来 用我以前 最拿他莫办法的声线道 静静 我们还有可能吗 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我只是 当时太自责了 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 我听着想吐 斩钉截铁道 他苦笑 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吗 我当时真的很痛苦 静静 我择了一声冷冷回道 犯蠢一次就可以了 傅恒你现在 就只是我的前夫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你在骚扰我 那我们连是 普通同学关系都做不到 希望